弟兄姐妹们,祝你平安。 哈地吉伯,祝你平安。 既然我们今天的经课其中之一是取自《月博记》, 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可以一起反思我们人生共同的苦难的这种经历的一个好机会。 我们知道《月博》向来都是被举为一个受苦的典型例子。 而他被举为一个受苦的例子, 不仅仅是因为他所经历的苦难,那是非常的多, 而是因为他的苦难似乎没有一个明显的原因。 除了就是我们看到的刚才读经的时候, 我们知道天上的时候上帝与撒旦之间有一段对话, 但是这个对话,《月博》是一无所知的。 在撒旦之间,他们的对话,你也不知道有这一项的事情。 但是首先我们要澄清一点。 在这里我们大乡要来解释的一件。 这里提到的撒旦,不是我们现在脑海里所想的那个魔鬼撒旦这样。 在这里我们要清楚了解说,在这里所说的撒旦, 并不是我们现实所相信那个撒旦的影响。 那个是后来才定为撒旦的。 所以在这里,撒旦指的是一个职能,一个function。 他的意思就是控告者或者一个对手, accuser or adversary。 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困执,这个控告的, 他说他是一个对手。 有点像这个检察官的角色一样。 而我们今天在第二章读到的这段经文, 其实在第一章六到十二节也是有一个非常相似的情形发生。 所以故事是一样的,就是上帝的众子势立在他的面前。 而撒旦就在他们的中间。 那么上帝问他从哪里来。 他就讲他四处走来走去。 那么上帝就举药他的仆人岳伯。 所以撒旦就提出挑战。 然后撒旦就提出挑战。 所以第一章跟第二章的不同就是在第一章, 撒旦对上帝的挑战就是他要把所有属于越伯的东西都毁灭掉。 就连他的所有的财产,还有甚至他孩子的性命。 在第二章,撒旦向上帝的挑战就是要攻击越伯的身体的健康。 而在第一章,第九节,撒旦向上帝说了一句话。 我也把这句话引用作我们今天的讲题。 所以那时在那里上帝,撒旦就对上帝说, 约伯敬畏上帝或者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吗? 所以这也是今天我想引导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疏忽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约伯记提出有关苦难的几个要点。 第一要提出的这个要点就是,苦难中有一些我们无法理解的奥秘。 所以在苦难中有时,我们没有了解这个苦难的奥秘。 我们有些人,我们大部分人可能都明白这一点。 因为我们可能活得够久。 我们知道,有时候坏事也会发生在好人的身上。 我们知道,我们也知道这些坏事也会发生在好人的身上。 可能有时候我们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但是这个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 这个是使得我们非常难以接受。 因为我们无法摆脱这个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的这种观念。 所以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摆脱这种想法的观念。 我们不禁会想到,哎呀,我是人好好的,我都没有害别人。 为什么这件事情临到我身上。 或者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弟兄或姐妹,他个人这么好, 为什么他要重癌症?为什么他要经历这样的苦难? 所以,这个其实圣经上也有这样的教导。 就是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这样的教导。 圣经上是有的。 所以,其实在圣经上也有解释。 和我们怎样说,好人有好报,恶人也得恶报。 我就给大家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是《生命记》三十章十九到二十节。 我就请秀琴姐用下语把它读出来。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去世日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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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九到一十十。 可好我算一下大家要注意一听。 我今天,教宾教队 gum bring you the Fillar Rock. 我要把这个伊水寺那带来摆在你的面图中。 所以,你们要研作何名, 让你和你利用的何位进阶。 第二处经文就取自《真言》十一章二十一节 第三处经文加拉太书六章七到八节 这是我们从小都被灌输的 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 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 我们看戏,我们看连续剧 我们也是有这样的期待 那是说,我们看电视,看电视剧的时候 我们当然会说,有想到这一点会好 结果是安全的 不管那个坏人做了多少坏事 我们一直看,看下去 因为我们要看到他得到应得的报应 所以当我们在看电视剧的时候 这个恶人,我们一直要看下去 如果最后他没有得到报应 我们就觉得这个戏不好看 所以不管是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 这就是好像似乎是一个宇宙的法则一样 我们都期待的这样的原则 但事实是,圣经中也有《约伯记》这本书 而约伯的苦难 并不符合我们这样的了解 就是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的了解 因为约伯的苦难似乎是毫无理由 毫无缘故的苦难 他在上帝的面前始终是公义的 他在上帝的面前始终是公义的 那么我们也了解到 其实圣经还有其他的部分 比如说诗篇73篇 我就请秀琴姐读给我们听 我记得派人和那个共和教育的人 来分享平安心就怀不病 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 他们开车却针得更重 十二十 看了,这就是派人 他能疼得安逸的生活 他们的宅宅还记得 十三十 我实在真的往连的了解我的心 我们拖连的税臭表面我们的无故 因为我彼此做小事的 每一天早期来受到幸福 所以因为有约伯记 而有诗篇73篇这些 这几节经文 还有圣经其他的地方 我们必须 我们非得承认不可 就是说好人有好报 坏人恶人有恶报 不只是仅仅这样而已 而苦难当中有更深 更大的奥秘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要迫及到诗篇里面 这些经文里面 我们没有在心里说 好人不担担死 好人有好报 坏人在坏 有时候我们无法去理解 无法去明白这个原因 这个等一下我回来再讲 等一下我们来听博士 才有的感慨 那么我想要提出的 约伯记可能给我们对苦难 可以思考的第二个要点就是 我们要如何为好命下定义 我们都期待有一个好命 我们希望过一个好命 但是我们如何给这个好命下定义 从我们人类的角度 我们都倾向于看看 把所有的苦难当作是坏事 而所谓的好命 当我们过一个美好的人生 就是一个完全没有苦难的人生 我们自己说要给这个好命 要给这个美好的生活 就是说便没有苦难在我们的心中 没有病痛 没有癌症 有足够的钱花 孩子 孙子 孝顺 他们在学习学业上努力 那么我们的人际关系都很好 等等 所以让我们想想中的好命就是说 我们没有得到感情 我们没有得到大悲 甚至我们有多钱来开 甚至说我们的心理 心顺的好顺 我们的努力 学习 所有一切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很好 这是我们所想想的好命 而我们每当我们基督徒 可能我们经历上帝的医治 我们从某种病得到医治 或者我们从某种试炼当中 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解脱 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的 我们都非常会感谢上帝 是不是说我们基督了好 我们在基督中 是得到上帝的医治 还是说其他方面 我们做得真好 没有忍耗的苦难 在这种整形之下 请问这样有错吗 请问 这样有错吗 我们把所有的苦难当作是坏的 那么我们这样的观念有错吗 所以我们有想法有改变吗 因为说实话 我们很多人 我们如何成为基督徒呢 就是因为 我们在某种苦难 经历某种苦难当中 我们经历上帝的医治 或者上帝的帮助 因为上帝在我们苦难当中 真实的让我们经历到 祂的恩典 所以我们从上帝那里经历的 不管是医治也好 什么其他的帮助也好 就好像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一种赏赐 一个祝福 我们也因此这样来信上帝 这是一件好事 可是我要说的就是 如果我们对上帝的理解 只停留在那里 那就不完整了 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教学中 这样我们都不完整 那么英国的神学家 C.S. Lewis 他有一个 他在一张文章中 他举了一个例子 我在这里稍微修改一下 我们来想象一个 可能在学习中文的一个小男孩 我们来想象 当今 今晚就没有要讨论人 我才说差一句 因为他都没有讨论人 会这个小孩打不及 我们知道 要把一门语言学好 他的最后的奖励是什么呢 所以这个男孩子在学华文 他最后达到那种 他达到的那种境界 那种学好一门语言的 那个境界就是 可以在语言中如鱼得水 能够流利地表达自己 所以这个大普京 他要赞有能力学习 他要去学习的这个语言时 他要赞有 他将一所欧的语言 就清楚 他真的容易在水里面 会得收 所以可能以后他 真的是达到那种程度的时候 他也可以阅读 或者甚至享受一些 优秀的小说 比如一些武侠小说 还是 《红楼梦》 《三国演义》之类的这些书籍 但是说 他的武侠 他很顺利 很好的时钟 这样 他很少年 都可以去看 那些 秦秦的中国主席 《红楼梦》 《三国演义》 那种秦秦的小说 但是 还没有达到这个之前 他无法享受这一些 所以他必须通过 他自己的努力 比如说 在班上 他要听写 照剧 测验 考试 但是 他要经济 这些国庭 不是这么容易 这些他就要 下落很大的工夫 他这些就要 听识 做句 试验 口气 他才有办法 所以还没有得到 那个非常流利的 表达自己的 那个程度的时候 他所追求的奖励 可能就是 其他的奖励 比如说 要获得分数 或者 要避免 被爸爸妈妈 惩罚 或者是 要讨爸爸妈妈 的欢心 所以 他要根据 吃一切 一切 他的时钟 他得 他跟下落真正的 的奖励 他的奖励 是什么呢 就是 北部的第一 奖励 欧罗语 是说 他在奖励中 他才有 来去 高达 高达 来去 踏 这种 的乎言 所以这些 但是有一天 就是渐渐的 他会 在不知不觉中 就掌握到 这个 语言的 真正的奖励 但是 他虽然 没有关系 但是 他很能力 很能力 很能 继续 踏下去的时候 不知不觉中 他就这种 的把握 一趟 他这些 中文 的 人物 第一 所以等到 他达到那时候 就是非常 可能说 我们最高境界 他非常享受 用华语 来表达 自己的时候 但是 那个是 最终的奖励 所以 他不知不觉中 他不知不觉中 发文 来跟人 说 话 交通 的时候 而是 他会 很容易 来看 这个 消失 的时候 他就是 在这种 进行之下 达到 意义 的目的了 但是 在这之前 他要经过 其他的 奖励 就是 讨爸爸妈妈的 欢心 或者就是 拿最高的 分数 或者是 避免 惩罚 所以 等于 这个 过程中间 是不简单的 他就要 讨好 讨北部的 欢喜 他就要 最后 来 讨到 这 分数 他是 真的 努力 去 所以 这三样 奖励 都不是 最终的奖励 最终的奖励 就是 如鱼得水 就是 在语言上 如鱼得水 这三种 的奖励 并不是 这么容易 但是 他想着 路边 这个 就是说 他真的 容易 将这 无言 清楚 真的 容易 所以我们把这个例子 说回到我们基督徒的身上 我们知道基督徒 我们当中 有许多 已经安息 主怀的 弟兄姐妹 我们在基督徒中 我们亲家朋友 或是 在基督徒 已经安息 主怀了 那么 对于这些 安息 主怀的 基督徒 他们 已经得到 上帝 为他们预备 他们已经到达 上帝 为他们预备的地方 他们也享有 上帝 永恒的 同在 他们已经 经历了 最终的赏赐 就是永远 跟上帝 在一起 而我们这些 还在世上的 我们还没有达到 这个目标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 跟他们一样的 完全来享受 这个奖励 或者认识到 这个奖励 所以 现在我们在 这些 我们没有办法 跟他们 担忧的 得到 这个 美好 的 中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 继续的 在世上 我们 彼此顺服 我们 帮助 彼此 来走 这个 信仰的 道路 所以我要表达的就是 我们渴望 我们从上帝那里 渴望 健康的身体 我们在 从上帝那里 我们渴望 物质的 祝福 或者其他 上帝的奖赏 这些 是可以的 没有错的 我想要表达 就是说 我们 如果我们 愿望 我们 能够 我们 良好 健康 但是我们要知道 所有的这些 都不是 最终的 奖赏 我们知道 约伯非常 受到上帝的 祝福 他比任何人 当时的任何人 都有钱 他有七个儿子 三个女儿 他的身体也健康 但是这一切 都不是最终的奖励 或者赏赐 但是最后 最后 他所有的账 的日路 并不是 他最后 得到的 奖赏 如果我们把这些 当作最终的奖励 的时候 我们就犯了 拜偶像 的 罪了 如果 我们 从这些 所说的 就是说 我们都要得 中一等罪 是最后的奖赏 这样 我们就清楚 拜五 上的罪了 所以如果这些 都不是最终的奖励 或者奖赏 就包括 我们的生命本身 那么 死亡跟苦难 也不是最终的 最终的这个 恶 所以如果 这些 不是我们最后的 中心 包括 我们 罗命的 本身 我们对 死亡 和 抗难 也不是最后 的这种 的派 因为 我们知道 我们 我们 基督徒 不需要 不惜一切的 保存 我们的 性命 有时 我们知道 我们看到 上帝的使徒 十二个门徒 当中 有十一个 是为了 福音的缘故 而牺牲 丧失 他们自己的 生命 所以生命是非常重要 是上帝赐给我们的 但是 这个 就连这份 礼物 也不是我们 不惜一切 要保存 所以 这 罗命是 上帝 输 我们 我们就要好好 去听受 上帝 输 输 这类的 罗命 有时候 我们可能 也要牺牲 自己的 甚至 要像 门徒一样 有时要牺牲 自己的 生命 所以生命 还有 我们物质上的 这些 享受 钱财 这些 都不是 最终的 赏赐 最终的赏赐 最终的奖励 就是 永远 与基督 在一起 如果 这个是 最终的奖励 那么 最终的苦难 是什么呢 这是 最好的 最终的 如果 如果跟基督 永远在一起 是最好的奖励 那么 最大的苦难 就是 永远 与基督 隔绝 所以 最大 最后 这种 就是 基督 来 散告 听听听 那些 相对派 就是说 你跟基督 已经 没有任何 关系 所以 跟这个比起来 我们其他的 在世上所经历的苦难 都 不算什么 所以 我们基督徒有一句话 他们时常用在基督徒的身上 他就是说 一切都会 一切都会在最后变得好 如果现在还没有好 那就不是结束 所以 第一次来宾 这个说就是说 我们基督徒师兄 会说 这句 现在社会的 就是 一切都在最后 最后变好 如果现在还不好 那些就不是结束了 所以这个也是 诗篇73篇的诗人 他自己的发现 就是在 刚才我们看了 他埋怨 为什么恶人这么好 为什么他们的钱财一直增加 但是他到了17节 18节 他有新的发现 所以在诗篇73篇里面说 为什么 他们这些人 他们得到这么多的东西 你的财产也这么多 但是在圣经 17、18节里面 要跟我们说 另外一个 我们来注意听 我就请秀卿姐 再读一次 所以这个诗人 当他进入上帝的圣所 他就发现 其实 好人有好报 恶人有恶报 是真的 但是这个 只可以按照上帝的时间 和上帝的方式 不是我们自己的时间 也不是我们想要发生的方式 而约伯记是怎么样的结束的呢 在整本约伯记当中 约伯就坚守他的正职 他一直向上帝讨一个公道 所以在约伯记里面 在约伯记里面 约伯记里面 约伯记里面 他坚守家庭 是正职的 他要求上帝 和他自己的公道 在约伯记31章35节 他向 要求我讨个公道 我就请秀琴节读 他在跟上帝说话 他在跟上帝说话 愿全能者回答我 他在上帝说 全能者 你回答我 而在38节 上帝终于回答了约伯 我们看上帝对约伯的回答 我们来看 上帝真有来回答 这个约伯呢 就请秀琴节读 这是 约伯对 孙红中来回答 约伯说 这组 没有这个缘故 何过的质疑 变得不清楚 你要请求 所以这里上帝开始回答约伯 那么他对约伯的回答 他长达四章的经文 但是有始之中 他从来没有回答约伯问的问题 约伯的问题就是 他要知道他受苦的原因 他向上帝讨个公道 上帝对他的回答却是有关上帝的全能 但是上帝对他回答 上帝说 我们看到上帝问回约伯的这些问题 就让我们意识到 其实我们人类 我们的知识 我们的理解 我们的智慧 是如此有限 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整个完整的画面 所以我们也要承认 有时候我们经历的苦难 我们可能没有理由 没有原因 没有办法去解释 这就是苦难的奥秘 那么约伯在最后 他也承认了这一点 在42章1到3节 5到6节 我就请修卿姐再读 约伯在42节 第一章1节 第3节 第5节 第6节 约伯回答 也好话说 我知道 你万事都认识 你的智慧 不认识 来拦做 这几个人没有听的缘故 让你的智慧来昏捆 我就说的是 我没明白 这些事太奇妙了 是我不认识 我总是 所以为什么到最后 约伯愿意放下自己的这个案件 尽管他没有得到上帝的答案 最后我们要知道 因为到最后 他还不知道他受苦的原因 第五节告诉我们 因为他亲眼看见了上帝 那时上帝在旋风中回答他 他就知道上帝真的是存在 然后因为上帝回答他 他也知道上帝关心他 所以我们如何解释 约伯这样无缘无故的受苦呢 根据我们刚才对好命 或者对好的这样的定义 我们知道 最可怕的事情 其实不是无缘无故的受苦难 最可怕的事情就是 我们在苦难当中 没有上帝的同在 我们在苦难当中 没有办法经历上帝的安慰 或者复活的盼望 这才是最可怕的苦难 因为约伯记或者约伯的生命 要让我们知道的就是 到最后 就算他的财产一无所有 他的孩子都被埋葬了 十个孩子都被埋葬了 他的身体伸满这个毒疮的时候 甚至他要用一个瓦片 来刮自己的身体的时候 到最后 上帝还是在那里 与他同在 所以我们尝对约伯的了解 就是最后是 最后一切都保护了 今天也保护了 生日也保护了 但甚至有没有 他全身的毒疮 对头的卡队 但是他要担忧 他只能一个化平 来刮自己的上口 所以说 这就是 可能尝对约伯的 他只要担忧 约伯纪被纳入 在圣经的里面 我想 可能对我们教会 对我们基督徒是一种提醒 事情不总是 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所以要必须 在圣经的正殿里面 要提起我们的教会 提起我们现金的人 所以这件事不是 没有说真的简单 但是我们知道 上帝是一种所在 不是所有的苦难 都有一种解释 不是所有的困难 都有一种解释 但是上帝 还是与我们同在 但是最后 上帝有缓 跟我们相对的 所以今天的信息 来使我们 要让我们 回答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所以今天的信息 必须让我们回答 这个问题 你为什么信上帝呢 你为什么信上帝呢 是否是 为了追求上帝 所施予的这些祝福吗 可能是身体的健康 身体的医治 病痛的医治 还是物质上的 只能钱财 地位 这些吗 还是你是在追求 上帝本身 那个创造我们的上帝 当我们背弃祂 祂在十字架 为我们舍命的上帝 我们愿不愿意 像约伯一样 当我们生命中的一切 都被剥夺时 祂仍然无缘无故地 敬畏上帝 你是不是愿意 全出一百的职用 当我们一切都被剥夺时 我们愿意 没有愿意 没有愿意 继续敬 我们的上帝 敬畏 我们的上帝 因为上帝始终在这里 一直以来都是 将来也是如此 那我们在上帝的面前 我们静默片刻 我们来思想今天这三个问题 我来思想今天这三个问题 也愿主 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正的追求的是上帝本身 我们就用这首回应诗 我们来做出对上帝的回应 求上帝帮助我们 越来越爱他 那我们这首回应诗歌 让我们来 让听我们的主 千万为哪听你 听主基督 尾露表面牆鼻 求助手 身心困求无力 哪句哪会听你 哪会听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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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 스트�aao 多么世间 多么镜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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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睇心佳业 堅守困求母义 哪哭哪会疼你 哪会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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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间世人寡愚 有无人寡愚 一人无主堂口 应该路 法师今世无人 哪哭哪会疼你 哪会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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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去烂衰败 哪会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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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